我現在就有一點凍傷 發黑 對 待會要去急診 太過分了 太扯了 有點痠 有點痠 沒有 我剛剛因為 浩哥說要幫我搖 我搖到一半想說 好像可以開始幫忙了 然後那個念頭一閃過手就軟了 可是你不是說你體力還行還可以搖嗎 腰力還比較好 OK好 還略過 Oh no 但no是別的字啊 你平常沒有那麼文雅 Oh Oh SH 底線自己普上 OF 咻 哈哈 其實你剛剛看到發生的事情 真的就像我們在錄影會發生的事情 對 所以 感覺好像很日常 嗯 真的很日常 就是大家好像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超過的 突然 有點太突然 我比較捨不得每天看不到那個康哥的臉 哈哈哈哈 因為康哥的臉很戲劇化 他平常沒有表情的時候就很傻 然後一開始你看剛剛他被操縱的時候 就噴出來 我今天有這邊活潑嗎 沒有這不是這個沒有這個還好 他有更活潑的 還有這剛剛只是差不多而已 他會這樣外面跳著 從外面跳進來 他會學兔子這樣跳進來這樣 或是變大雕 大雕 大雕 你沒有偷偷電展實話 大鵬展示 各位大鵬展示 大鵬展示 變成大雕有點可怕 嚇一跳 剛剛有說到當店長壓力很大 所以其他人覺得他這個店長也很可怕 你說的嗎 這是店長啊 要說實話嗎 你說說看 很棒啦 沒有啦前面有很差啦 這真的是完全 因為前面就不願意接受 嗯 然後我覺得心情轉折是 我有跟他們適當溝通之後 我願意接受這個事情 沒有放棄 而且是他自己主動找康哥情義的 對 我是覺得他一開始 他 他有責任心 可是呢 最重要的是 他不知道怎麼去表達他想要做的 還有他的 溝通的方式 他還沒有找到一個 舒服的 讓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了解他在講什麼 可是後來 大家這樣子 經過大家 我們的溝通之後 他慢慢知道說 我要怎麼跟大家講 我要怎麼讓大家知道 我在幫你們 然後之後這個東西打開以後 他這個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鎖一樣 一打開以後 其實 就很順利 對 因為康哥其實是我很好的軍師 所以我後來其實都有問前店長這樣子 然後他也很不厭其煩的跟我說 怎麼做可以一二三四 因為我真的很少有時間 這麼長時間跟一群藝人相處 這算這一年算是 我也蠻難得的收穫 他真的放很空 因為我們錄完影之後 他再也沒有傳訊息給我的 蛤 哇 現實 哪有我前一天群組 看完有說很想你們 說要給你們個擁抱 這個你怎麼不講呢 我比較在乎你私底下沒有傳給我 不是就暫時先分開一下好不好 我默默覺得你去迪士尼是不是變了 不是 親一下啦 沒有啦 因為我就是真的就是會突然隔絕 嗯 對因為但我今天看到他們我還是蠻開心 就是好像閒話家常就是 不講話也不會尷尬的那種 嗯 那就是他這麼好的朋友啊 就覺得這幾個月相處下來 覺得可不可以有一些什麼改變嗎 嗯 改變大家都有吧 對 你說真的啊 從我們 我們這樣相處下來已經一年了 我們一年了 我覺得鬼鬼改變滿大的 然後除非他 除了他很熱情之外 除了他很熱情 然後很快樂很開朗 這沒有改變之外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他變得開始很內斂 開始會知道很多事情有時候可能 不用那麼的誇張 對 我覺得改變是有這個 因為我們這一年真的相處得太密集了 真的 我們每個禮拜都在一起 嗯 然後因為我是新來的 所以我以前沒有看過 我就電視上看過鬼鬼失控的樣子 但我家 他很冷靜啊 OK啊 他就是吼完幾聲 他就沒人理他 他就默默這樣 哦 那是沒有 那是因為我們經歷了一季之後 哦 我們知道怎麼處理他的高潮 也許他成長 他在一起講 什麼叫 什麼你剛剛講那個話很情色耶 什麼叫怎麼知道處理我的高潮 你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在那邊大庭廣眾處理我的高潮 你在那邊處理你的手啊 好了不要一直強調 我真的突然覺得很不好意思 你講什麼東西你了 處理你情緒的高潮 嚇死我了 那你多久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吓死我 我吓死我 哎呦 我嚇死 沒事啦 欸你好紅喔 哦呦 沒事沒事喔 好好好 難道現在 那是樓座上進來 那是樓座上進來 但進來就想跟大家都不太熟 對 他怎麼會最害怕的 看誰 其實我最怕康哥耶 因為他就是臉很臭 然後我就是想 然後我外加我又很怕長輩 然後我就覺得他講會不會不禮貌 然後他會不會怎樣 但沒想到 他就是幼稚的要命 哈哈 所以我覺得欸在這邊工作很快樂很開心 然後大家人都很好 那我覺得誰改變最多 我覺得鬼鬼啊 哦 有嗎 沒有我覺得他真的成長很多很多耶 然後他常常 其實我覺得到了後期 他就是很沉穩的看很多事情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部分我還 你問我們說 十分鐘可以嗎 然後我還故意回你說 可以說不可以嗎 然後他也是很冷靜的回我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就是長大了 嗯 然後我們提到第二季的數字 會期待第二季有什麼挑戰 沒有啦我們只是 欸你到底知道多少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對不起我只是亂講的 我只是亂講的 你是不是有 你是不是有出錢 啊老闆好 老闆好 清楚 清楚爸爸好 哈哈 大家想要挑戰一些什麼新的東西 其實我跟你講喔 我們這個節目最厲害的就是說 就算我們開始籌備了 到我們到了現場 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秒要幹什麼 對 這是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你現在問我們說 有沒有接下來的事情 其實製作單位永遠不會讓我們知道 然後尤其他們是認為說 阿康哥你比較年長 你好像跟公司 他們好像比較給你一些訊息 其實沒有 不然我不會在高鐵上 為了那個車票發那麼大脾氣 你是真的發脾氣啊 不是 因為你那種期待太高了 沒有 台中我都 我就是一路想好 台中太棒了 各種 廢片 怎麼站起來叫我坐下的時候 嗯 我說你們 怎麼會開這種玩笑 所以說我覺得他不會讓我們知道 所以說 我們 同樣的在期待說 接下來他們會給我們什麼樣的挑戰 對 這是我們期待的 而且我們每次去錄節目 我們不用看腳本 我們覺得很棒 對 因為沒有腳本 對 而且每次都會說到驚嚇 對 那個小幫手是誰 我們都不知道 對啊 你看那個開心成那樣子 怎麼可能是假的 你開心成這樣子有點過頭 不是 我是真的很 我那一天真的很吃醋 對 不是 你偶爾 我看你也是看那麼久 我可以看些新的吧 不是啦 你在下面笑 很讓我害怕 對啊 好啊 謝謝